涉嫌集体性侵偷拍和散布淫秽视频的韩国歌手郑俊英和崔忠勋分别被判接近6年和5年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两人涉及的案件进行依审宣判 法院表示两人不仅参与集体性侵 还将作案场景排斥下来发到聊天群组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违法 需要受到严厉处罚 此外 法院还判举两人接受80小时的性暴力治疗 并在5年间禁止从事与儿童和少年相关的工作